明东潮州春节市集摊位 今天一早开始抽签 摊商挤爆了潮州体育馆 但是今年总共是有2796人前来登记 却只有336个摊位 中签率只有一成 这让摊商们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就是因为每年的市集 都会涌入超过20万名游客 消费力惊人 也可以说是一年一度的庞大商机 潮州春节市集摊位正式开抽 体育馆内人山人海满满全市人 这近3000名摊商就等这一天释手气 但几家欢乐几家愁 中签的摊商满脸笑意藏不住 因为为期四天的潮州春节市集 24小时不打烊 每年都涌入超过20万名游客 让摊商们趋之若鹜 潮州在籍的乡亲保障三分之一的权利 所以它是保障112个位 非潮州去的部分是225个位 但今年每个4000元的一般区摊位只有336个 虽然潮州政工所特地准备在地相亲名额 但两边同样中签率都只有一成上下 可以说是一味难求 如果它不是为了让我们保障 去把它转送的话 你就会考虑把它转送回去 市集还没开张已经竞争激烈 而体育馆外也有摊商趁机卖起市集地图一张十元 提前抢赚过年财 不难相见春节期间潮州市集的庞大商机 记得苏织为评论我等 感谢观看